台鐵新一代自動售票機 25號開始在台北、台中、高雄、花蓮等 四個車站上線 讓民眾體驗一個星期 同時也新增了信用卡感應、行動支付等功能 花蓮站預計在5月底前 會把舊式機台全面太舊換新完成啟用 為了趕時間不想排隊 有許多民眾在搭乘火車的時候 都會選擇到自動販賣機購票 但繁雜的操作程序又只能使用現金 往往要讓人花上不少時間 而台鐵為了符合科技需求 重新規劃設計出一台多功能自動售票機 現在不僅是支援信用卡及行動支付 還能提供退換票的服務 店面中更是有11種語言可以選擇 大大增加外國旅客購票時的友善度 那這一台機器的功能跟上一代的不一樣的 就是第一個它可以選作 那第二個它可以加值 就是我們的悠遊卡那個可以做加值的動作 那第三個可以做退票的服務 那第四個你可以購買親子車廂 還有那個雙鐵的車票也都可以在這台機器來操作 那另外一個功能就是它可以提供11種語言 就是讓我們的外籍旅客 也可以來使用這個多工的售票機 台鐵新一代自動售票機 從25號開始在台北 台中 高雄 花蓮等四個車站上線 要讓民眾體驗一週 並進行滾動式的修正改善 而花蓮站預計在5月底前 就會將舊式的機台全面太舊換新完成啟用 記者 許立晴 花蓮市報導